在台湾过中秋节 烤肉是必不可少的活动 但由于近期台湾疫情反弹 虽然民进岛当局没有明文禁止 但岛内大部分县市都自行公布了禁烤令 要求民众不能户外烤肉 避免疫情散播成破口 那民众虽然表示理解 但是不少猪肉商贩还是叫苦不迭 目前除了台北市 全台有18个县市公布了禁烤令 户外一律禁止烤肉 比如台中 考虑到移动染疫风险 民众只能与同住家人烤肉 就连外来的亲戚好友也不行 其他县市则规定了更加的细致 像是彰化县就规定民众若是违规烤肉 将罚款15000元以上的新台币 宜兰县还特别针对民宿提出要求 禁止为入住者提供烤肉服务 取消户外烤肉后 台南市转而鼓励民众改吃火锅 还说这是台南市历来的传统 不过有台湾民众表示 没听说过中秋节吃火锅的 那最好是不要举办烤肉 吃一吃火锅也蛮流行的 蛮潮的 有在煮火锅吗 没有耶 在传统的季节里面 根本就没有煮火锅 一般都是烤肉啊 由于不少县市中秋节户外烤肉被叫停 不少猪肉摊贩抱怨 原本肉价高涨不下 已经不好卖了 好不容易等来中秋节 结果又碰上禁烤令 让生意更加难做 净烤肉所以变成大家需求量少 加上开学说 最近猪价有回跌了是不是 有 有啦 有回跌对 有回跌 可是有回跌 我们叫肉的话还没有那么明显 长太多的客人他也碰盘 是 我们不长我们其实我们也不服成本 是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能够少卖我们就少卖 是 rem 是 了